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新小棋的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不知道他们跑哪去留 赤裸裸的天空 星星多寂寥 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 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 谁知道已想你 思念不要 无处可逃 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外套 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我想念你的蚊和手指淡淡淡草味道 集中曾被爱的味道 哇 我觉得夏天的水果的味道 那真的是太强烈了 有一天呢 很热 就前几天 有一天很热的天气啊 我回到我们家的那一栋大楼 才一走进了一楼的宝泉那里 我就闻到了非常非常非常浓烈的芒果的香气 然后我就在想说 哦 该不会是到了吧 为什么我这样子想呢 因为我的好朋友呢 他们从南部给我寄了一大箱的芒果 然后还放了两瓶的蜂蜜 结果就在前一个礼拜的通知我说啊 那个快递的公司跟他们联络说很抱歉 在运送的过程之中呢 打破了一瓶蜂蜜 所以他们现在要把整个水果香拆开来 全部重新包装 再送一次 然后我的朋友当然就很 应该怎么说 就是心灰意冷吧 万念俱灰跟我讲说 我不知道等到这个水果送到你那里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要先跟你说对不起 我觉得好可怜 明明是要送东西给我 竟然要先跟我说对不起 是怎么回事 我就跟他说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这样说 我说这个时候各种情况 各种意外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这样 然后那个水果就消失 有没有 所以当我那时候走进我们那个一楼大厅的时候 闻到那个非常非常浓烈的芒果味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就马上一个念头就是天哪 真的来了吗 果然我们管理员就跟我说 张小姐 有你的包裹就是这一大箱 那是一个被包到密不透风的箱子 每一丝缝隙都用胶带全部封起来 它封得那么那么那么的紧密 可是竟然整个一楼通通都是芒果箱 我不敢打开那个箱子 我说实话 后来好不容易它很重 好不容易终于扛到了楼上 打开来 里面热到发烫 你不知道吧 芒果本身会热到发烫 因为真的太闷了 然后可能又晒了很久 所以里面确实就是本来有两瓶蜂蜜 只剩下硕果仅存 只剩一瓶 然后里头大概有半香的芒果都是烂掉 还有很多芒果是整个被挤爆 真的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些什么 我感到非常的悲伤 然后剩下来的芒果我们就赶快重新检视 就挑出了大概差不多有一半的芒果是 看起来是不错 但是他们好烫哦 我那个冲动 我好想拿一个体温计 去给他们量一下 42度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超过38度以上 然后全部把它们拿出来 让他们放在比较清凉的地方 让他们可以稍微降温一下 接着当然就话不多说 立刻送进冰箱里面去 可是可能他们还是经过一些压迫 和一些不为人知的摧残 以至于他们那个坏掉的速度还蛮快的 就是我们如果一颗一颗的吃 它蛮大的嘛 已经赶不上它坏掉的速度 于是呢 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立刻把好几个芒果 看起来一定很熟的芒果 拿出来 把不好的部分消掉之后 我们那天晚上就打了芒果牛奶 哦 有够好喝 超级浓稠 差不多就是芒果跟牛奶 里面只放了大概 差不多有三颗到四颗芒果 只放了一杯水 就打出来 真的是打完以后 整个房间 整个家里面 全部都是浓稠的果香 那真是一个极其幸福的滋味 平常的话呢 我爸爸是不太吃芒果的 因为他觉得那个可能会造成皮肤不好啊 什么什么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养生的老人家 那所以呢 本来我们也没有打算要给他 想说请他喝一口就好了 没想到 我请他喝一口之后 他就抓住了那个杯子 始终都没有放手 我想说 诶 这个意思是要全部喝吗 我就赶快跑回去跟我们 跑到厨房去跟我们家印尼妹妹阿妮说 诶 感觉爷爷要喝全部哦 我们赶快再多打一杯哦 他真的很开心的就把那一大杯 很大杯哦 他就把它全部喝完了 可见的真的非常的好喝哦 所以这个夏天的水果 很多水果都会让我觉得好幸福哦 当然还有西瓜 那大西瓜我很喜欢 就是红肉的大西瓜 超好吃的哦 那每一年的夏天呢 我以前的学生和以前的工作伙伴 在电台的工作伙伴亲生啊 他都超有孝心的 他都会寄一颗大西瓜给我 然后每一次呢 接到他的大西瓜 我都觉得 哇 这是夏天最幸福的享受了 尤其是那个开瓜的瞬间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哈 那个甜蜜多汁啊 整个空气里面也是充满了 其实西瓜也有香气耶 西瓜的香气是一种清甜的香气 跟芒果的香气当然很不一样 但是也是很香 那接下来呢 当然又有了桃子啊 那桃子刚来的时候一点都不香 但是你把它放两三天 它就开始有那种熟成的水蜜桃香 那个水蜜桃香也是超香的 哦 然后讲到这个我要来说一下 我在921地震后的大概半年之后 有一次那时候 就是南投啊 埔里那一带非常的萧条 那朋友带着我去清静农场那里 那时候我们也是在做广播 就是做921地震之后的事情 那时候都没有什么观光客 然后民宿都很惨 那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就说 山上有很多的水蜜桃 但是都送不下去 那所以呢 这民宿的主人就去跟那些水蜜桃农 农民就去买了很多水蜜桃 可是也没有客人来啊 所以那次我们去拜访的时候 他们就说来来来 我们有很多水蜜桃 我记得是 那在一个其实蛮有名的民宿 但那时候也没有客人 他说我们来喝水蜜桃枝好了 他说他就真的就是 差不多就是全部用水蜜桃打出来的 那真的是我此生喝过 最壮美的一杯水蜜桃枝 好好喝好好喝 与其说是喝水蜜桃枝 不如说是喝水蜜桃 你真的是超好喝的 好 所以接下来就是水蜜桃的季节 那以前呢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小玉西瓜 小玉西瓜 小小的黄色的西瓜嘛 切开来有它的果肉的颜色很漂亮 那我们那时候呢 小玉西瓜好像没有 现在的小玉西瓜这么大耶 我们都会买一颗小玉西瓜回来 然后切一半 爸爸妈妈和吃半颗 那我跟弟弟和吃半颗 我们吃小玉西瓜的方式就是用 铁的汤匙 去挖那个小玉西瓜来吃 吃到汁水淋漓 觉得真的太美满 人生太美满了 吃完之后还会去刮那个 刮皮跟果肉中间的那一层 真的是把它吃到白的 整个一点黄色都没有 才舍得把它丢掉 那这些回忆都是 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是非常美好的 可是其实它是反映出了在那个年代 我们还蛮物资还蛮缺乏的 所以大家都相当习物爱物啊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要到淋漓尽致的 不像现在 但是曾经拥有那样的一段时光 我觉得回忆起来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 夏天到了嘛 很多人都觉得会容易疲劳 那其实你想想你容易疲劳的原因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睡眠不好呢 所以讲到水果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跟改善失眠有关的水果 据说呢 因为香蕉呢 内含有多种助眠的营养素 所以是可以呢帮助你啊 睡得更香的 然后也可以让你的睡眠时间更长 如果想要改善失眠的话呢 就可以试试看 在睡前吃一根香蕉 但是记得哦 不要挑太熟的来吃 因为据说呢 如果你吃到了太熟的香蕉啊 你的血糖会突然升高 反而会让你睡不着 那有些人可能睡前习惯 吃一些宵夜的话呢 那但是宵夜会吃了太多的热量 所以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么香蕉呢 可能也会是非常好的 睡前点心啊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会睡眠品质不好呢 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吞黑激素不够 那吞黑激素呢 是一种助眠的荷尔蒙 那快要入睡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就会分泌出来了 而到了半夜呢 它会达到一个高峰 可以让你睡得更好 第二个原因就是血清素不够 血清素呢 是让人容易入睡的 而且可以睡得又久又沉 还能够减少半夜醒来的次数 第三有可能是因为肠道发炎 根据研究证实呢 肠道处于慢性发炎的人呢 睡眠品质更差 也容易睡不着觉 再来呢就是空腹 肚子觉得空空的 想吃东西但是没有吃 很多人都有半夜 饿到醒过来的经验 如果当天的饮食不正常啊 肚子空空的就上床了 那么身体呢 会分泌出肌 第二宿也就会影响到 你的睡眠 所以除了睡前吃香蕉呢 也可以试试看 降低房间的噪音 光线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让你房间里面的温度 比较适中 太冷或者太热 当然都会让你睡不好啊 那我们可以确保自己 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 好好的睡一觉 那我觉得不但能够提高 我们的工作效率 最重要的是 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 得以提升 在这个防疫的 最艰困的时刻 没有什么比免疫力 更重要的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 这首歌是 陈启珍所演唱的吉他手 见了面该唱什么才好 机会难得别知道 我还没有心意准备 所以音乐轻松跳舞 见了面该说什么才好 机会难得别大笑 我还没有心意准备 让自己不同方向 为了他我用力尖叫 为了他我用力跳 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 他也有你的微笑 为了他往前重拔 再多对我也不怕 我最爱的吉他 说今天和我是谁 交错 短短一秒钟 就算是短短一秒钟 也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亲口对他说 因为那短短一秒钟 就算是短短一秒钟 也像是我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亲口对他说 我爱你 今天我们幸福号列车 第二个小时又来到了 我们每个月的听歌 听故事的单元了 时光背景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西元2000年 那这时候的华语乐坛呢 是进入了素人歌唱选秀 大赛的阶段了 也因为呢 电视歌唱选秀节目 而造就了日后啊 这些实力坚强的 华语流行音乐人 那今天呢 我们就再度邀请到了 我们听歌听故事 单元的主讲人 那就是资深乐评人 叶云平 云平老师 云平老师好 是 门平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来 今天老师 要来帮我们介绍的 选秀新人是谁呢 呃 对 这次的那个选秀新人潮的 这个主题 已经进入了第四集哦 对 然后我们也终于可以摆脱 男生的阶段 是的 终于要来介绍女生 对 那今天要介绍的是 呃 一个是徐佳寅 一个是爱宜良 嗯 嗯 诶 徐佳寅在当年 他是有得到过冠军吗 对 他其实是第三届 超级新皇大道 哦 冠军 那我们其实前几个礼拜 一直在谈的 这个 这几个 纠葛的男生 这个肖敬腾啊 然后林佑佳 杨宗伟 曹格等等 对 他们其实都是第一届 发生在第一届的 呃 这些参赛的歌手 对 那么大概隔了一两年 因为这档节目 大概一年 会做个两季 是 所以说呃 徐佳寅大概是在 零 2008年 嗯 参加了超级新皇大道 也拿到了冠军 也是超级新皇大道 第一个呃 拿到冠军的女性歌手 是 没错 我还记得他当时 出登场的时候 他是以呃 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 对 来引起了评审的注意 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们在几个月前 我们呃 第一次为选秀先生 朝这个题目 做一个概略的介绍的时候 嗯 就有去播了 徐佳寅的 新站北妹 对 他用呃 利用那个歌仔系的段落 来作为他创作 歌曲的核心 嗯 这首歌 那 从那个时候开始 其实 徐佳寅就被 呃 超级新光大道的评审呢 开了一个 开了一扇算是比较特殊的门 嗯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参赛歌手呢 都是以翻唱 经典的歌曲为主 对 那在 评审听到了 徐佳寅的这个 新站北妹之后呢 嗯 就觉得他的创作实力实在是很好 就鼓励他 说你要不要就是干脆以后你每次来参加比赛 都尽量用你自己创作的歌曲 哇 所以这就变成徐佳寅跟其他参赛歌手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嗯 嗯嗯 可是可是云平老师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都用自己演唱的 都用自己创作的歌曲来演唱 他当然是很突出 很与众不同 可是他其实也有一个危机 就是说因为听歌的人其实不熟悉你的这些歌 对不对 其实也是蛮大的挑战 对没错 所以其实 这对徐佳寅拉拉来说 有时候是一个好处 但是有坏处 那坏处当然就像曼君老师刚才提到的 当别人都唱一些耳熟能详的金曲的时候 嗯 你就必须要用自己创作的歌 而且这些创作的歌是第一次被大家听到 对 你根本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但是随着每一次每一次的比赛 变成徐佳寅去唱自己创作歌曲的 这个招数或者说这个方式呢 逐渐也博得听众的认同 是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比赛过程 让他比其他的参赛歌手 包括我们前几个礼拜提到的林佑佳等等的 他占了一个优势 也就是说 像林佑佳 肖敬腾 他们自己在正式出道出专辑的时候 他们必须重新再去找到他们自己的声音 对 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在参赛的时候都是唱别人的歌 他们自己的特色还不知道在哪里 对 歌我很好没有错 但是你自己的声音在哪里呢 还要找一下 但是徐佳寅也占了某一种便宜 就是等到他正式出道 出唱片的时候呢 听众已经完全知道他的特色跟声音 还有定位在哪里 这个就是他所占的优势 没错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是2009年的徐佳寅的首章创作专辑里面 大家都很喜欢的《失落沙舟》 我用力张开双手 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 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泼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回头才发现你不再留下我迂回的百花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把回忆翻开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 还有谁能来教我爱 英平老师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 好像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很受好评 而且销售状况也不错对不对 没错 等于是他在这个面子跟李子 也就是在市场跟口碑之间呢 都取得了双重的胜利 在市场的反应当然很好 但是他也因为这一张第一张专辑专辑 就拿到了金曲奖的这家信任奖 这个也是星光大道出身的歌手 第一个有歌手拿到这样子的荣誉 所以他算是有点双影的状态 好的 但是接下来呢 英平老师安排的是在2014年的时候 他的《寻人启示》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从09到14年 中间他有在发片吗 有 他其实大概隔一两年 一两年就会发一张片 那其实徐佳寅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他不是那种让人家 会感觉一鸣惊人 或者说第一眼就很惊艳的歌手 因为他是一种比较是以稳定的创作 然后稳健的成长的歌手 所以其实我们 这大概十几年来 他大概出了五张专辑 每一两年两三年就会一张 那他真的是那种一步一脚印 就是每一张专辑 大概都会看到他进步一些 进步一些 所以他是一个很稳定的 持续的成长型的创作歌手 所以到14年的时候 我认为他进入了一个 他非常非常成熟的阶段 这也是之所以 为什么今天第二首会 直接就跳到2014年 但是这个成熟的阶段当中呢 又有一些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许佳音 也都知道他很厉害 但是他好像始终没有站上 所谓的一线巨星的 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感受 因为他其实也开过了 小巨蛋的万人演唱会 但是他有没有那种 我们刻板印象中对于那种 明星闪闪发光 或者说他是一个超级红的 天后型歌手呢 好像也没有 这也代表了徐佳寅的一个 歌唱生涯中的一个特性 就是他好像始终对于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才华 总是没有那么百分之百的自信 对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当然这要探讨起来有很多可以探讨 包括可能他的外形 在早年他的外形 他自己会受到这方面非常多 各种听众或者网路上的一些 攻坚跟困扰等等的 所以今天特别选这首歌叫做 不安小姐 对虽然讲的是爱情里面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这首由陈山你作词的 不安小姐这首歌 其实也暗指了他 内心的感受 对一直有一点点自信心不足的状况 OK 我们来听这首歌 Come on standpoint 譬如 scene 军 嗯 嗯 技营 音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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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走 走 她不高而别致敬三天了 早餐还坐好摆在窗边呢 而我感动的感谢着 说她毕竟是好人 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 在汤口的茶间前不觉热哭完 仿佛亲手了 承认吧 她是怕麻烦 承认吧 她该被揭穿 不外乎 她明有心欢 承认吧 别远地自转 承认吧 帅便宜的碗 放手吧 别紧失 难安 她不高而别致敬三天了 早餐还坐好摆在窗边呢 而我感动的感谢着 说她毕竟是好人 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 在汤口的车 在汤口都抓渐渐不觉热哭完 承认吧 仿佛亲手了 承认吧 她是怕麻烦 承认吧 她该被揭穿 不外乎 她明有心欢 承认吧 别远地自转 承认吧 摔便宜的碗 放手吧 别紧失 难安 别偷偷地弄弱地说那些下辈子还爱你没重新的废话 别兴趣地期待她叹息着无意地心疼你犹豫的说谎 别谈那些原则还几对的在一起不就是一口翻一口疼 又当她都过去了 原来她伤了像下一步 承认吧 她是怕麻烦 承认吧 她该被揭穿 不外乎 她早有 就爱 承认吧 每人有答案 承认吧 哪有那么不看 喜欢吧 我们的 不外 不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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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然后他自己也非常在乎 创作歌手这样子的一个定位 也就是说 他很在乎自己每一张专辑 所有的词跟词 一定要是自己写的 所以他也所谓的自信心不足 就是他也一直很担心 跟害怕自己 会不会写的歌 没有人觉得好听 或我写这个题材 大家会喜欢吗 或有人会在乎吗 他一直很在意创作这个部分 可是像我们听到上一首歌 不安小姐的时候 已经逐渐的看到他 有一些歌的词 他已经会放出去给别人写了 像不安小姐是陈珊妮 那近到2017年 我们刚才听了言不由衷 这首是第一主打歌 第一主打歌 词曲竟然都不是许家英自己 而是爱意良 那他在访谈中 他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这些年 他逐渐的懂得放下 就是说既然有找得到 比他自己写的更好 或更有感觉 或更棒的作品 那他作为歌手 把他完美的诠释出来 这不是也很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强求 所有的歌都自己写 那所有的题材 一定都要引起共鸣 感动 那这个造成 反而对自己造成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在《心理学》这张专辑 大概有将近一半的歌 都不是许家英自己创作的 其实我认为 这反而打开了他的心胸 也可以听得到 他去诠释言不由衷 这首歌的唱腔跟唱法 都有很明显的改变 很不一样 所以余平老师 你刚刚讲这段 我觉得蛮有人生启示的 这成功不必在我嘛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如果事情可以做好 为什么非我不可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念 对对没错 好的 那讲到这里的话 既然许家英已经得到了 金曲奖的肯定 那么我们就先来 就把它放下 再来讲另外一位好不好 那就是爱宜良 我真的不记得爱宜良是哪一届的 爱宜良 就是提到爱宜良 我们就必须说 因为我们此前介绍的 都是超级星光大道的参赛歌手 但是爱宜良是参加另外一个选秀节目 叫做超级偶像 超级偶像那时候是在三立电视台 播出的一个选秀歌手比赛 其实他跟星光大道在同一年开始 然后呢也培养了出 还不少的这些知名的歌手 那么爱宜良是第五届 也就是2011年的超级偶像的冠军 对大概跟许家英大概差了两三年左右 是 但是他们后来是怎么就遇到一起来合作 也蛮妙的 遇到一起来合作 这个也是很有趣 因为我们其实才刚讲完 徐家英 他是一个从一个全创作歌手 逐渐放下 或逐渐打开自己的心胸 走向一个 演唱的是不是自己创作的歌曲 都没那么重要 把作品做好才最重要 但是爱宜良一开始参加超级偶像 或她拿到冠军的时候 因为我也有看了那一次的选秀 所有人最惊艳的都是爱宜良 那个很像黑人女生那种浑厚跟强壮的歌喉 那是没有人认为她会创作的 所以大家就在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的第一张专辑 或前面几张专辑呢 几乎看不到爱宜良的创作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 也就是要放她第一张专辑里面 十首歌里面 只有一首 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播的Metal Girl 只有这一首是她的创作 而且还是英文 哦 了解 那她的背景是什么 她为什么可以用英文来创作呢 这个 至于说她可以用英文来创作 这个跟她的背景也不一定有关系 因为其实大家听歌词就知道 这是很简单的英文 那也是因为说她在选秀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之前 简单介绍爱宜良的时候也是放过 她其实很喜欢去翻唱国外那些灵魂歌手 或者是女性的黑人歌手 比较有浑厚掌音的这样子的一个翻唱歌 所以当她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呢 她也就会比较偏向这个方面 比较偏向爵士啊 比较偏向灵魂乐的 这样子一个有浑厚的 然后比较强劲的歌声的作品 喂 喂 我还在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听到的这首歌 是2012年的时候 爱宜良的专辑如果你爱我 这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吗 第一张专辑 但说实话这张专辑并没有红 虽然她顶着超级冠军 超级偶像的冠军出道 但是呢这张专辑呢 我们可以比较严格的来说 她的定位还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她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词曲创作者 来帮爱宜良去找定位 但是就看过爱宜良比赛的观众 像我来说的话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那个 我刚才说的她很厉害的歌 所以我一开始会注意到的 就是她自己创作的这首歌 但是是英文歌曲 那英文歌曲要能够在 国语市场上 要能够一泡而红 是非常这样不容易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是一首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在她的第一张专辑里面 她的除了这一首歌以外 她其他的歌也都是 继续去发挥她的 就是好像在唱那个灵魂 灵魂乐的那种 音质跟音色 其实没有 因为其实就中文的流行音乐市场 定位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 像黄小虎也是这样 类似的这样的歌后 但是他们都必须去经过一些 所谓的K歌的过程 他们唱片公司 比较不会让你 专门的往这些所谓的 比较浑厚的灵魂的 歌曲的方向去走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比较不太符合华人市场 他们还是希望你去唱一些 悲伤的失恋歌曲 抒情歌曲 然后想办法先能够获得 KTV或华人听众的认同之后 再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往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也是我有点故意 在这张专辑里面 我故意挑的这首歌 是比较像爱宜良 她自己喜欢的歌曲 那其他的歌曲呢 就是有各路的词曲大师 各路的人马来 为他打造 打造 然后就说这个风格也是一点 那个风格也是一点 对 所以整体听下来了 那个单一的定位 还不是那么清楚 了解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爱宜良自己创作的这首歌 这是在2012年他的专辑 《如果你爱我》中所收录的 自己创作的歌曲 《你爱我》中所收录的歌曲 电话总是希望 《你爱我》中身 pueda spends担鉄》 《你爱我》中想要想写 分散泼 太阳 勋rate 负负 成功 长その月 之子 esta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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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